看石九 第一次做 石九 而且还是第一次啊 哎呀 别这么坏了 行不行啊 哎 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试试吧 见朋友觉得没问题 男人也不再阻拦 同意让两人按摩 石九见状开心不已 学着师姐玲玲的样子 为客人开背按摩 但这份工作并不好做 必要的时候 需拿布盖上门玻璃 面对客人的刁难 这对石九来说非常有挑战 多亏玲玲及时帮忙说话 这才没酿成大错 经过不断的磨练 石九的按摩技术越来越好 薪水也越来越高 开心的神情异于眼表 而这一切自然离不开 玲玲的帮助 原来 刚开始来到按摩店的石九 根本不懂按摩 为了留在这里工作 石九每天自费八十来学按摩 由于老师教完就走 石九很难学到真本事 为了能留下 刻苦的石九总是最晚走 一次意外的机会 让石九碰见了正在工作的玲玲 见四下无人 石九本想偷偷学习一番 不料下一秒就被发现了 想通事啊 是啊 面对如此坦诚的石九 身处大染缸的玲玲很欣赏 于是特意给门留了道缝 方便石九观看学习 除此之外 考试的时候 玲玲还找好友帮忙 帮石九顺利留下 对此 很感激玲玲的石九 在选号码牌时 特意选了挨着玲玲的石九号 和玲玲成了好朋友 玲玲的另外两位好友健壮 也都格外关照石九 而石九也很珍惜这份友谊 姐妹被人陷害受罚 主动意气担责 几人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更要好 这天 原本应早下班的石九 躲在机房洗衣服 可还没洗完 就被玲玲发现 玲玲这才得知 石九被房东撵了出来 玲玲见状 直接将石九领回了自己家 准确来说 更像是猪窝 而对这种环境已习惯的玲玲 一进屋就去睡大觉了 等她醒来时 家里已经焕然一心 还有热乎乎的粥和 这让习惯出去吃的玲玲 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也渐渐习惯 不知不觉间 就不再去和帅哥约会 更喜欢和石九窝在家享受时光 闲暇时 就去吃两人最喜欢的普世蛋糕 以后买下这家店 是两人挣够前后的愿望 只是过程中 避免不了有坎坷 突如其来的双杠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面对如此情形 承担不了后果的玲玲 让石九陪她去医院弄掉 但手术还没等开始 石九就将玲玲拉出了医院 玲玲见状不免很茫然 发神经啊 生吧 生 怎么生 生了怎么养 我跟你一起养啊 听到石九这样说 玲玲打消了不要孩子的念头 开始老实养台 为了不丢掉工作 玲玲选择穿宽松衣服掩人耳目 另外两个好友 则一起帮忙打掩护 除此之外 玲玲还特地戒掉烟酒 以防影响孩子的健康 可即使是这样 医生还是在检查时提醒到 孩子有患糖氏综合征的风险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 玲玲和石九第一时间赶到寺庙 用自己的寿命祈求神明 希望孩子能健健康康出生 与此同时 两人刚好在这碰见了一位保险人员 就买了份意外险 以防有人出意外没钱养孩子 在石九的精心照顾下 玲玲迎来了生产日 孩子如期待般健康出生 但养孩子的过程却很不容易 孩子一哭就要抱着 两人经常日夜坚守 甚至连吃饭时间都没有 可生活虽然如此 两人却非常快乐 更是将彼此的生日定为一天 至于生日愿望 被两人刻在了公园的长椅上 就像两人的感情一样真实 只是这种感情 免不掉一些流言蜚语 楼下的邻居总会暗中嚼舌根 玲玲听到后非常愤怒 多亏石九上前劝解才停止纷争 事实上 这些话并没伤到玲玲 伤到玲玲的是石九的超手举动 但玲玲并没说明 由于澳门街头总是发生爆炸 按摩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很少有客人上门 唯有石九一直有常客 是一位年轻的台湾小伙 和别的客人不同的是 台湾小伙面对石九很紧张 所以按摩时身体很紧绷 除此之外 小伙还会特意等石九下班 一路护送两人回家 凌凌见状 忍不住言语调侃 怎么都没想到台湾男如此专情 两人不上班时 就拿个花在楼下表达爱 此刻 两人的注意力都在台湾男身上 直到听见乐乐的哭声才回过神 掉在地上的乐乐 头被磕了个大包 情急之下 多亏跑上来的台湾男及时帮忙 孩子才停止哭闹 为了感谢台湾男的帮助 一直不领情的石九 特意请台湾男吃饭道谢 可没想到台湾男亦不在此 竟直接拿出钻戒向石九求婚 吓得石九急忙跑回家里 得知求婚一事的灵灵 心里开始若有所思 并在接下来的日子肆意玩乐 故意冷落石九 还将乐乐送回了大陆 石九得知后非常愤怒 跑去和灵灵理论 但得到的只有一堆恶心人的话 见灵灵如此决绝 石九彻底失望 两人从此恩断一绝 而石九在这之后 则跟台湾男去了台湾 直到十几年后 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 才再次返回大陆 根据保险员所述 石九才得知 灵灵在这之后 根本没离开大陆 也没有照顾老公 自己一人将乐乐抚养成人 至于两人之前买的意外显受益人 从始至终都是石九 对此 石九再次回到两人曾居住过的地方 躺到有两人回忆的床上 心里后悔不已 因为石九这些年始终牵挂着灵灵 为了缓解思念 在台湾每天靠喝酒度日 感慨过后 石九来到乐乐的房间 在照片墙上 拿走一张乐乐长大的照片 随后独自一人来到街上买醉 恍惚间看到了玩球的乐乐 可当他去找乐乐相认时 得到的只有冷漠 紧接着就醉酒倒地了 等石九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平安地躺在酒店里 于是当天晚上 找到乐乐说明前因后果 也由此得知 乐乐其实一直身处母亲离去的痛苦中 之所以每天打球不归家 是因为不想承认母亲已经离世 石九健壮 心里更加感伤 也很欣慰 于是将意外显的赔偿金交给了乐乐 让乐乐去大胆追求爱好 至于她自己 则决定留在大陆 接管零零生前盘下的普世蛋糕店 带着两人的美好回忆活下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